我为了儿子的心理健康没离婚 结果 他却指着我的脸 骂我是枝没用的肥猪 还在四十度的天气恶作剧 将我锁在阳台 我被活活晒死 可灵魂还存在 我看到自己尸体被发现后 老公教导儿子说假话 把这件事变成了意外 还看到自己死后不到三个月 儿子就开始甜甜叫着别人妈妈 没人为我伤心 只有跟我断绝关系的父亲 呆呆捧着我的就医记录和死因 沉默了许久 然后红着眼拿刀去找了他们 再醒来 我重生了 成沉 为什么把妈妈锁在阳台 此时的我皮肤被晒到脱皮 嘴唇干裂 整个人仿如女鬼 狼狈的要命 幸亏隔壁有人 我用塑料干锤了好久 才引起注意 而我的儿子正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 吃着我提前切好放在冰箱的西瓜 撇都不撇我 嘴里冷淡道 你不让我玩手机 我就给你点教训 怎么了 他说话的语气太过理所当然 让我都蒙了 家里楼层高 用的钢化玻璃 今天温度又高 接近四十度 连个遮挡物都没有 我砸玻璃砸的手都流血 才打碎玻璃 可我的儿子 无动于衷 他如果知道前世的我就这么死去 会有反应吗 难道 这就是我十月怀胎的儿子 我彻底心寒 甚至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 不属于我 哎呀 成臣年纪小 你不就脱点皮 干嘛凶孩子 婆婆琴芳在旁边不跃倒 我都气笑了 嗓一丝哑 那你俩去阳台晒晒试试 碰 手机从我眼前飞过 直直砸在电视上 屏幕瞬间军裂 可见力度之大 你烫得像母猪一样 哪那么容易晒死 我爸说的对 你就是试多 怪不得他不回家 都是怪你的 连珊珊阿姨一半都比不上 又丑又不会收拾 每回给我开家长会都丢人死了 成臣 婆婆琴芳突然大声喝止 眼睛不停使眼色 儿子也愣了下 然后更加理直气壮 奶奶你怕什么 她一个家庭主妇 每个月三千块钱都挣不到 全指着我爸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珊珊阿姨就是比她好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啊 看看她 大腿都和珊珊阿姨腰一样粗了 就是个保姆而已 儿子还在冲我冷嘲热讽 口水飞溅 我站在原地 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她的丑陋模样 她才十岁啊 什么时候 我印象里乖巧可爱的儿子 变成了这副模样 好恶心 甚至那刻薄冷漠的模样 都和她爸成员一个模样 我变成这样 是因为生你后身体出现问题 吃了激素你 别想道德绑架我 是我要你生我的吗 是我要你吃药的吗 儿子立刻反驳 别人生孩子怎么没你那么多事呢 就你矫情 人丑事多 我怎么那么倒霉 当了你的孩子呢 成成一句句残忍的话 直接将我那为数不多的母爱鸡的粉碎 我笑了 所以 你的意思是 我生你生错了 你宁那小三当你吗 是吗 我声音冷漠 刘珊珊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她是成员组的员工 但我不在意 因为我对成员早就没感情了 她不回家我还开心 最好死外面 可我没想到 连我的儿子都站在了小三那边 那么 她把我锁在阳台上 是意外 还是指使 且 人家比你漂亮比你强 你才应该是小三 也就运气好 遇到我爸的时间早 而且 你愿意生我的 怪谁啊 赶紧做饭去 饿死了 她说着 从沙发上跳下来 还一巴掌打翻桌上上的西瓜 只也溅在干净的地板上 带着甜心味 伴随着的 是她进房间时重重的摔门声 这瞬间 我又想到当初第一次被成员打实的模样 那时 成臣两岁 因为换尿布的事 她突然给了我一巴掌 还说 这是我的职责 凭什么叫她做 那时 我都懵了 因为在那之前 她一直表现得温柔又宽和 后来我才想通 那些都是假象 可来不及了 她甚至强迫我辞去刚有起色的工作 我本来想离婚抢夺抚养权 可那时候我过了不如期 以我俩的条件来看 孩子极大可能会判给她 我被算计了 成员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吃尽苦头才生下的儿子 光明正大的拿捏了我 甚至还说 她举我也是因为我长得漂亮 又单纯 只要对我好 都不用花太多钱 就能让我相信她爱我 心甘情愿地嫁给她 可没办法 儿子确实是我的软肋 从小没有母亲的我 自小就发誓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在她身上补足我曾得不到的一切爱 成员也知道这件事 恋爱时 她倾摸着我的手 眼里满是心疼 可如今 这却成了她控制我的手段 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步丢掉了自己 值得吗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脸色惨白 身躯笨重 黑眼圈重得要命 明明 我是从名牌院校毕业的 也曾有过梦想 也曾像花朵一样绽放 追我的人那么多可如今 才32岁 就活成这么个德行 我深吸口气 用冷水洗了把脸 果然 人不该把任何人捧在比自己更高的位置 简直是把伤害自己的刀主动递给对方 孩子 我不要了 卫生间外 秦方不停敲门 远远啊 该做饭了 我直接打开门 冷冷看着她 成员经常不在家 成员才十岁 那些三千都挣不到肥猪之类的话 肯定和秦方有关系 既然决定撕破脸 我也不装了 你不是来帮忙的 不会做吗 秦方一愣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和她说话 她皱皱眉 眼里闪过厌恶 但还是可怜巴巴道 哎 老婆子现在年纪大了 拎不动锅 手腕也有问题 你 你干什么 为什么叫奶奶做饭 你没手吗 成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 以保护者的姿势将秦方拦在身后 满眼闲雾 又丑又胖 也不会挣钱 现在还叫奶奶做饭 你还有什么用 那你怎么不做 我可是男孩子 以后要挣大钱的 怎么能进厨房 澄澄眼睛瞪得溜圆 不可置信道 我垂眸看着她 这么多年来 我为了她 忍气吞声 结果 却换来她的看不起 甚至 害死了我 真好笑 那就叫你的珊珊阿姨来给你做饭 让她当你妈 说吧 我直接掠过他们 去厨房给自己做饭 成尘气得脸通红 模样更像成员 不得不说 金银有时候真可怕 现在想想 她其实早就开始无理取闹 只是之前我还被母爱遮蔽 觉得她不过是年纪小 痒痒就好了 但现在证明 在秦帆和成员 还有那刘珊珊的教导下 她早歪了 算了 歪就歪吧 我收回视线 继续淘米 切菜 翻炒 米饭我只做了一个人的 看着坐在餐桌前等饭的两个人 我理都没理 拿碗盛了饭 又把西红柿鸡蛋盖在饭上 直接回房间了 外面安静了一分钟 传来澄澄的大喊大叫 我根本不理 边看区边大口大口的吃饭 风从窗户吹进来 带着点自由的气息 这是我几年第一次吃饭没人打扰 当妈后 我把所有爱和时间都给了孩子 可现在事实证明 我错了 你如果一事无成 那么 连你的亲生骨肉都会嫌弃你 这一晚 我难得的睡了个好觉 往常我都六点起床 做儿子和婆婆的早饭 扫地脱地 整理家里的狼藉 但时之 正当我在被窝睡的香甜时 门传来卡的一声 紧接着 一盆冷水浇到我头上 连带着打湿了床铺 我一个机灵坐起来 冰水从头发上不停滴落 我张着嘴 不可置信的看着面前几眉弄眼的橙尘 他拿着钥匙哈哈大笑 落水珠 我昨晚故意不进来的 终记了哇哈哈 叫你不给我做晚餐和早饭 而婆婆秦芳也进来了 眼里显出刻薄笑意 却还是假意维护道 哎呀孩子还小 别怪他 啪 我直接一巴掌打到了橙尘脸上 直接把他打得摔倒在地上 他都蒙了 手捂着脸 这是我第一次揍他 秦芳也蒙了 你敢打我孙子 我根本懒得理他 只感觉浑身都有活在烧 上前拽着橙尘领子就走 而手腕有问题的秦芳正狠狠拉着我衣服 你要把我乖孙带去呢 滚开 我直接推开他 任他哎呦哎呦在湿噜噜的床上假叫 然后拽着橙尘去了卫生间 把门一反锁 直接把洗脸池塞子按上 打开水龙头 橙尘吓坏了 你干什么 你个肥猪放开咕噜噜噜 我直接把他头按在冷水里 任他挣扎几秒 然后才把他拉起来 他满身满脸湿水 眼镜通红地看着我 爸爸说的对 你就是个坏女人 贱人咕噜噜噜噜 我又把他按进去了 循环几次后 他看着我面无表情的模样 吓哭了 我冷冷到 还叫我母猪肥猪贱人吗 不叫了呜呜呜呜呜 妈妈我错了 还敢泼我水 把我锁阳台吗 不敢不敢 妈妈对不起呜呜呜 他哭得撕心裂肺 秦芳在外面把门敲得震天响 叫我把他孙子害他 真可笑 好像全世界就我一个人是坏人 我嫌弃地松开手 成臣立刻缩到离我最远的角落 瑟瑟发抖 我冷眼看着他 转头开门 秦芳眼眶通红地就想扇我 我直接反手抓住他手腕 狠狠一巴掌扇了回去 老太婆 在我家打我 你做梦呢 说完 我直接回了卧室 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开门声 成远回来了 同时 还有老太婆告状的声音 成远似乎不太相信是我做的 在看清了卫生间的状况后 才来到卧室 欲言又止的模样 因为在他心里 我把成臣看得比眼珠子还重要 加上这几年他生之夹心 更加注意形象 好像觉得连动手打我都脏手 爸爸 妈妈疯了呜呜呜呜 救我 成臣直接扑进成远怀里大哭起来 你不解释下吗 成远镜片后的眼神嫌雾而冷淡 好似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解释 你都让成臣叫别的女人妈妈了 还叫我给你解释 我吃笑声 她被我噎住 显然没想到我竟然知道这件事 在触及成臣的眼神后 踩了人 眼里更加疲惫 我在外面需要应酬 你生孩子后一点都不打理自己 我怎么把你带出去 你放心 我和珊珊只是各取所需 没什么感情 你别想太多 但你对成臣和我妈动手 是不是太过分 你别想太多了 我带第一次 我估计吃 你坦白 你不能发现 好任何事 我犯了它 我可以带 eso